白露近几年的演技表现 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 作为网红出道的她 深知自己跟实力派演员的差距 所以白露一直都在默默提升自己的演技 主动挑战不同类型的角色 如今 白露凭借着自己细腻的演技 得到了很多观众的高度认可 也成为了业内人士公认的抗剧女王 再加上她在综艺 时尚领域也有不俗的表现 更是让很多观众眼前一亮 截至目前 白露已经在古屋剧领域站稳了脚跟 她主演的《招摇》 《周生如故》 《长月静明》等作品都取得了不错的翻向 今年 白露又凭借着北上这部作品 迎来了志的飞跃 《静艺》 一部名为《烈心》的敌战剧 已经向白露递了剧本 烈心主要讲述的是身处不同阵营的男女主 为了加国大义假扮夫妻 最终携手粉碎敌人阴谋的故事 在外人眼里 男女主是相敬如兵 郎才女貌的模范夫妻 背地里却是针锋相对 相互试探的对手 如此有趣的角色人设 非常符合当下观众对于谍战剧的审美需求 白露首部谍战剧启动 被暴雨诚意 含东军领衔 角色人设良申定作 众所周知 白露出演的作品几乎都是古武剧 难免会让观众产生审美疲劳 这次 白露首次挑战谍战剧领域 肯定会让很多观众备受期待 此前 白露在烈火军校中的形象和演技 就非常深入人心 很适合演艺角色复杂的特工人设 而烈心女主是一个英姿飒爽 善于伪装 机智过人 枪法一流的军统特工 完全就是为白露量身定作的角色 至于烈心的男主 则拥有三重身份 一个是我防王牌特工 一个是军统情报科科长 一个是藏在暗处的报社社长 不得不说 烈心男主人选非常复杂 对演员的考验很大 不过 烈心剧方已经指定诚意担任其男主 诚意无论是颜值还是演技 都备受观众认可 相信有诚意的加盟 肯定会大大提升 烈心这部作品的质感和热度 再加上他和白露又是首次合作 肯定会碰撞出很多有趣的火花 为烈心这部作品提供很多高光时刻 除此之外 剧方还邀请到了韩东军这位宝藏演员 韩东军可以算是正举专业户 无论是年代剧还是谍战剧 他都能完美驾驭 给观众带来了很多快制人口的佳作 比如沸腾人生 情满酒到弯等等 目前 韩东军的演技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不仅毫无表演痕迹 还能做到让观众沉浸其中 以往韩东军的荧幕形象都是正派角色 这次韩东军首次挑战反派形象 肯定会带给观众全新的视觉体验 再加上他和诚意有大量的对手戏 两大实力派男神相互试探 肯定会大大提升烈心这部作品的对质氛围 在剧情上 烈心主要以事业心为主 男女主最终并没有在一起 不得不说 烈心是一部内容至上的谍战剧 肯定会让观众眼前一亮 男星诚意主演武侠剧《莲花楼》爆红 却被狗仔爆料被富婆包扬等丑闻 但他过往合作对象及粉丝纷纷为他澄清 因此依旧人气爆棚 他与女星李懿同纪武侠新剧英雄之后 二大古装新剧《狐妖小红娘王全篇》 大谈战妖少年与蜘蛛精的人妖虐恋 或外界看好 但该剧先前传出的女艺人选杨超越 却在官宣阵容当天直接曝光神似 该剧女主角造型的美照 直接掀开他与李懿同的女艺争夺战 杨超越一直是网上 《狐妖小红娘王全篇》流传最频繁的女艺人选 但官方公布演员名单后 女主角却是李懿同 杨超越在男女主角名单公布当天 直接在工作室微博po出一组 与该剧女主角青铜造型相似的美照 网友认为他此举就是在对李懿同下站铁 表达不满角色被抢之意 不过女主角人选一开始是杨超越的说法 很快就被打脸 网友挖出《狐妖小红娘王全篇》 制作人王一许的微博对话 发现对方早在去年就与李懿同约定要拍古装大制作新戏 去年底李懿同原本要跟任嘉伦拍舞更迹 但藩卫乔布隆最终此演 他当时被男方粉丝骂翻 制作人王一许就是发声力挺他的其中一人 两人约定拍大制作古装新戏也是在当时 李懿同与制作人的约定时间点 早于这几个月才频传的杨超越接下女艺说法 因此不少网友认为李懿同就是《狐妖小红娘王全篇》的最初女艺人选 加上李懿同早在8月就与微博分享一组神四虎 《妖小红娘王全篇》女主角青铜造型的美照 所以不少网友批杨超越故意蹭热度 杨超越对于蹭热度的说法 以《狐妖小红娘王全篇》女主角青铜造型美照直接回击 她与李懿同的女主角争夺战打得激烈 网上也有另种声音传出 据工作人员透露 杨超越确实是最初女艺人选 但今年接连几档戏七十几响 众子等作都在播出后翻车 因此才被直接换成李懿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итесь